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身体不适休学回国的老李正式开始创业 不过他似乎自在一创业就打仗的倒霉属性 第一次办了家协同经理所 遇上了日本为了全面清华 在朝鲜大肆免财 第二次做了个外贸公司 往东北和北京输送各种农妇产品 同时还低价买了家酿酒厂 交给兄弟打理 没想到刚好碰上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岛 正式向美国宣战 第三次创业又遇到了抗美援朝战争 不过这时候他的好兄弟 带上了三亿韩元照上门 兄弟咱们的酿酒厂挣钱了 这种纯纯的社会主义兄弟情 我还想拥有 当时的总统李成婉和老李的爸爸是多年好友 而1953到1965年 美国资助韩国120亿美元 于是老李带着天时地利人和 开始了乘风破浪的第四次创业 先是创业的三星第一制堂场 也就是如今的大CJ 然后又扩张到电子芯片 重工地产等各个领域 如今三星集团年龄收入超过3000亿美元 成了富可敌国的三星帝国 随着集团壮大 继承大战也被提上日成 老李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 大女儿是个牛逼哄哄的女强人 老李给了他高丽医院和一家造纸厂 他硬生生让造纸厂脱离了三星集团 成了现在的Hansel集团 想看韩国医疗体系内幕的 可以看看金鱼医生这部剧 小女儿得到了三星旗下的新世界百货 没错就是和乐天百货 一起抢钱的新世界百货 育骨老二是炮灰 他被降到LG集团 后来两家因为业务冲突 二女儿里外难做 直接被抛弃了 分遗产的时候 一毛钱都没拿到 继承大战的主角还是这三个儿子 大儿子李孟希最受重视 老李直接当做接班人培养的 不过实在是太菜了 屁股都没坐热 太子爷就被股东们集体投票out了 太子爷心生恨意 居然搜集了老李走私55吨糖的证据 还寄到了青瓦胎 这波六亲不认的骚操作 实在是把亲爹气得咧 出了毛病 不仅让家里损失了2300万 还即将把亲爹送进了监狱 这时候一直都毫无存在感的 二儿子李孟希 上了一场父子子像的戏码 代替老李陆玉 狂刷了一波存在感之后 开开心心去坐牢了 但是没想到初遇归来后才发现 三弟弟建西成了继承者 于是他心态暴涨 开始和大哥一起搜集 更多老李违法犯罪的证据 两兄弟手牵手一起坑爹 然而作死的下场就是 彻底和遗产无人 就这样 三弟李建西正式接管三星 成为大boss 李建西和老李不一样 他特别内向 而且凡事都要做到极致 喜欢养狗就在汉南洞的别墅里 养了200多只 还投资建了一家犬科训练学校 甚至亲自去征导 买了30多只征导犬 培育配种 这名征导犬是韩国产 喜欢看电影就三年狂刷 1300部 吸引了斯皮尔伯格的注意 找他拉投资 因为沉迷半导体 一直拉着大导演 斯皮尔伯格聊半导体 气得人家 九亿投资都不要了 除了个人爱好 李建西的业务能力 也是相当牛掰的 先任管理层大换血 又强调产品质量而非数量 把三星产品从超市撤出 送进高端专业百货 还把万个的996 变成了945 总之呢 三星就算在他的领导下 稳坐韩国第一 前不久发布的福布斯2020年韩国富豪榜 三星家族全家霸榜 李建西登顶韩国最富 大儿子李夏荣 名列第四 大公主二公主也分了十六十七 虽然长子李夏荣 能顺理成章的当继承人 免去了上一辈的继承大战 但是 不妨按理事家族背后的豪门狗血 大举再次拉开序幕 现在跟大家说说大公主李富珍 前两年宋慧桥主演的男朋友有看过吗 他简直就是宋慧桥的现实版 又有能力 又是酒店的管理者 管景是美 从老爸那儿领了新柔酒店之后 销售额从当时的4300多亿韩元 提升至2015年的3.2万亿韩元 增幅超过650% 简直就是韩国版的董小姐 他还上榜过财富杂志亚太 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女性 不过最被炮菜人民津津乐道的 当然还是他的爱情 作为韩国首富之家 顶级财发的三星掌公主 以富珍坚持要和自己的保镖结婚 如此平平无奇的吊丝男子 凭什么能获得百富美的爱呀 经过360度环绕立体式观察 我大胆的为大家总结案 四个字真爱伟大 李建西虽然生气 但是爱女急需 先安排驸马爷去麻生理工进修 又让他在李家荣手下工作 但是这位驸马爷呢 真是令李家人寒心啊 让他去学习 他混日子 让他打理公司业务 他也是混手摸鱼 不学无数 续走 卷路女性张吉案不算 居然还家暴大公主 这真的惹怒了李家和韩国民众 两人最终离婚 这位富男爷真史诗级凤凰男 余再上诉要赔偿 86亿韩元 看不上141亿韩元还是不满意 他的目标是 1.200亿韩元 还是那句话 自古老二是炮灰 二公主和自己的二姑 养成了生业联姻的对象 而最受李建西宠爱的小公主李易兴 20岁那年就拿到了 1.9亿亿亿的三星股票 在梨花女子大学读书的时候 不仅学习成绩好 也没有什么大小姐架子 还创办了自己的网络博客 点击量挺高 而且她几乎都会回复 但是 她的爱情经历 比她大姐更令人唏嘘 她和姐姐一样爱上了穷小子 既然有了大女儿 悲剧收场的婚姻心理 李建西对小女儿的爱情 更是拼了命的阻拦 于是 才26岁的她 就在美国的豪华公寓里自杀了 有报道说她是交通事故 有传言她并不是自杀 还有更过分的 说李易兴 根本就是李建西和秘书的私生女 总之 身在豪门的王子公主们 拥有着我们普通人 无法get的无奈和挣扎 但是如果真的有机会 可以选择 相信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 毕竟 谁不想试试朴实无华 且枯燥的有钱人生活呢 人生真的是一个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来 城里的人想出去 无论是韩基里灰姑娘的梦话爱情 还是三星家族的青蛙变王子 豪门和草根的失败婚姻 究其原因 不仅体现在物质的差距上 更体现在思想和格局上 其中的身不由己和言不由衷 也只有当事人们能体会 记得点赞三连 关注我